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猛的男人 谁能想到他连水汁都敢吃 直接就放到锅里面煮熟 隔着屏幕我都觉得恶心 就这样一只一只串起来 所以真的会有人为了奖金吃这吗 以外求生挑战 真不是一般人能来的 还不如向隔壁努力一下 钓鱼真的没有那么难吧 别人随随便便就弄到一堆鱼 所以真有那么饿 必须要吃那水芝麻 挑战进行到第29天 仅剩5人留在场上 大夫已经完成今天的狩猎任务 虽然说自己成功狩猎到松鸡 但是也把腿给扭伤了 希望这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挑战吧 这是自己收获到的底细之松鸡 后面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肚子早就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抓紧时间将这松鸡处理干净 其实吃着获得的能量 还没有狩猎过程中的多 这次挑战身体 确实没有之前那么好 每一天都是那么的煎熬 天天狩猎小动物也不办法 关键还是要找到那路才行 之前他用弓箭打伤了炉刺 自己那时相当伤心 觉得不应该再这样狩猎了 所以自己那时弄出投掷器 好家伙 原来是嫌弃弓箭杀伤力不够 用这个头毛效果会好很多 要是再碰到如此 长毛肯定能刺穿它 大夫甚至还在上面进行雕刻 以后带回去做个纪念也不错 成品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说看起来有些粗糙 但是只要熟练掌握的话 就算碰到熊也敢上前攻击 现在还差了点意思 需要将长毛打磨得更好一点 看看在入洞前能否狩猎的多点食物 也不知道其他选手过得怎么样 反正自己做好拿奖金的准备 大夫已经迫不及待想用着抓如此了 镜头来到兰迪这边 昨晚庇护所附近有鹿溜达 可惜自己没法出去狩猎 不然今天就可以在这啃鹿鹿了 或许应该将文弄大一点 那鹿应该就会钻进来了吧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先看看能否钓上点鱼吃 身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已经吃了不少食物 但老师有种乏力感 真的是变得越来越虚弱 要是现在能狩猎到鹿就好了 相信身体肯定能够好起来 今天的钓鱼也很顺利 一会的功夫就感受有鱼上钩 只是可惜自己没有把握住 气得他那时口吐芬芳 幸好这边的鱼还是比较多 这不就又有鱼上钩了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同样的错误他会犯两次 好家伙 今天的鱼求生欲拉满 兰迪并没有放弃钓鱼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弄到吃的 不得不说 这边的鱼是真的多 后面兰迪那是一钓一个准 一会的功夫就收获到不少的鱼 难道他是故意示弱 然后让更多的鱼过来尝试吗 不管怎么样 今天不用饿肚子了 兰迪今天的收获那是相当丰富 等这些鱼给烟熏好 入冬时自己就能够躺着享受美食 如果选手还在饿肚子的话 欢迎过来整份鱼肉吃 镜头来到拉里这里 别人是过来野败求生 而拉里则是跟老鼠斗智斗勇 他已经不知道第几次被老鼠吵醒了 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将它们赶走 拉里真想一把火将这里给烧干净 最糟糕的是外面传来的野猪叫声 自己不得不到出去查看一下 声音就在前面草丛那边 估计是不会冲进庇护所里面的了 不知不觉已经挑战来到第30天 拉里觉得自己要被这里逼疯了 不是老鼠就是野猪 后面是不是还有熊和狼要来 要不自己直接回家算了 他今天就要找到那头野猪 让他知道烤肉为什么这么香 其实拉里之前就布置了个大陷阱 只是一直没有过来检查过 不知那野猪有没有过来看一下 要是能抓到那就最好了 然而陷阱并没有触发 里面的诱饵都已经发臭了 难道这味道还不够吸引吗 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拉里的想办法多囤积点食物 镜头来到山姆这里 原本他只是想换双袜子而已 差点就将摄影机给干报废了 不得不说节目组给的质量确实可以 他已经很久没有弄到食物吃 先去看看捕鱼系那边怎么样 就是路程稍微有点远 每次来回都要消耗不少能量 希望这次能整到点吃的吧 已经两个礼拜没过来检查过了 山姆笑得这么开心 这次收获肯定有不少 仔细一看那不就是老鼠吗 上面还有不少水质在工作 好家伙 他该不会想吃这东西吧 吸老鼠血的水质 想想都觉得恶心 山姆打算将这拿去当钓鱼的诱饵 或许能吸引点鱼过来 镜头回到拉里这边 他还在检查着布置的陷阱 这里倒是看到有薯片 拉里对此那是高兴的不行 能抓到老鼠比狩猎道路还开心 虽然满脑子都是抓老鼠 但是想要完成挑战的话 自己也是得多弄鲜鱼回来吃 相信这网能够提供不少帮助 就是编制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自己那是累得不行 其实这个网早就已经开始制造了 只是最近一直忙着抓老鼠 现在才有空将这个给完善 拉里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没有上次挑战那么舒服 瞧瞧这封老师打扰自己干活 拉里那是变得越来越暴躁 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 才将这网编织到这个地步 拉里实在是被封烦的不行 感觉自己是被大自然给针对了 只能在那里无能怒吼发泄 拉里的想办法适应这里的环境 超网在他骂骂咧咧中 总算编制完成 立刻前往河边看看效果如何 之前在这里就钓到不少鱼 入冬前应该可以囤积到不少肉吃 就是担心会吸引更多老鼠过来 拉里这边已经顺理抓到条鱼 超网比想象中还要好用 相信以后没有鱼能挣脱回到水里 立刻将这给处理干净 他也不敢钓到太多的鱼上来 在解决老鼠之前 钓多少吃多少 拉里看着手里的鱼 心情才稍微好了点 证明自己还是有点实力的 立刻带回去将鱼烤熟 味道那是相当不错 希望后面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镜头来到大夫这里 他感觉这天气那变得越来越冷 每天都要消耗大量木材维持温暖 自己还得想办法囤积到更多的食物 他打算去狩猎投入回来 只有这样才能囤积到足够多的食物入冬 附近有不少路的痕迹 相信他们肯定会再次路过这里 打算到树上那等待路过来 拿起斧头那就嘎嘎猛砍 其实平台也不用太过负责 只要弄出个三角形框架 有足够的位置坐下就行 固定住需要耗费点时间精力 大夫觉得这个高度可以了 就是担心会突然锻炼 要知道他已经50岁了 这摔下来怕是可以直接开洗 搭建的时候那是特别的认真 每一步那都是经过反复检查才下手 大夫心情那是越来越好 觉得自己肯定能够狩猎道路 虽然说这会消耗掉不少能量 但是也总好过狩猎小动物 框架已经搭建好了 尝试了一下射击 镜头来到布里特这边 感觉精神状态那是越来越抽象 也不知道他在思考着什么 这么冷的天吊鱼还是第一次 也不知道鱼群游走没有 如果不是为了多囤积点失误 他实在是不大愿意进到水里 今天并没有看到有鱼出现 或许要到更深处那尝试看看 不管布里特到哪里 那都是没有看到有鱼过来 坏了 以后怕是没有新鲜鱼吃 布里特心情那是非常低落 镜头来到兰迪这里 他深知低温对鱼群的影响 现在钓鱼收获并不是很大 所以打算去狩猎看看 希望能够弄到新的食物来源 先到附近找个适合狩猎的地方 这刚进来就发现松鸡的踪迹 这是个好消息 或许可以弄纸尝尝 一边行走一边发出声音 希望能够吸引到松鸡过来 这个时候家里人应该再狩猎驼路 他也好想整点路路尝尝 可惜来了这么就没有看到路的痕迹 眼中怀疑是迁徙到其他选手那边了 兰迪突然发现前面那有只松鸡 立刻拿起弓箭瞄准 可惜这箭还没射出 就吓走了松鸡 肉食吃不到了 倒是发现这边有骨头 看样子应该是投鹿的 这里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他附近有狼 他好奇能不能整只孤狼吃 自己还没有尝过狼肉 大家觉得这那去烧烤还是炖肉好点的 镜头来到布里特这边 他没有想到现在会一条鱼都没有 要知道之前那是多到烦恼 光靠现在囤积的烟熏鱼干 自己还能够支撑一段时间 只是担心后面一直弄不到食物 这对于他来说实在太过糟糕 有点怀念跟家人一起的日子了 平时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 现在肯跟鱼干都得分成几餐吃 精神状态那是变得越来越差 后面估计更难钓到鱼吃 自己得想办法弄到更多的食物才行 明天看看能不能受了点松鸡吃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老感觉自己穿的不够多 真想将所有衣服都穿起来 挑战进行到第32天 镜头来到山姆这边 他一醒来就对着镜头打理 胡子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真想拿把刀将这清理干净 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干活要紧 来到这里后就没有吃到饱过 身体那是变得越来越虚弱 之前还想着靠钓鱼填饱肚子 然而效果并不是很好 必须调整一下野外求生的策略 他打算多花点时间去编织刺网 刚好自己带来了几根伞绳子 都能用得上 编织起来并不是很难 就是不断地在做重复的动作 没点耐心是真的很难将这弄好 山姆花了不少的时间 总算是搞定了 他担心就算弄到很多的食物 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转 要是现在有头鹿能送上门就好了 刺网编制的那是相当不错 然后可以去看柳树来做肝子 像这样的就非常适合 将多余的部分清理干净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必须点选比较重石头的绑丁 这样才能确保不会被河水带走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大家觉得他这刺网能够抓到鱼吗 放这刺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山姆也是尝试了很久 都没有将这刺网放到水里面 气得他那是暴跳如雷 山姆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 明明将网放下去就完事了 河流就是一只将网冲散 难道自己想吃条鱼就这么难吗 或许应该早点回家休息 也不知道其他选手表现得怎么样 反正自己是没法弄到鱼吃 继续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饿晕的 真的很想回家看看家人们 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尽管以外求生已经过得如此困难 但是山姆还想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他打算将水质烤来吃 光是闻那味道已经觉得够恶心的了 这要是吃下去肠胃能接受吗 我的建议是直接回家吃烤鸡 真没有必要尝试着黑暗料理 山姆已经将水质放到水里煮熟 他还特意穿起来方便品尝 换作是你会为了奖金吃着水质吗 真好奇他后面会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